打仙虹 人家继续更受责募的选区追业 这一群区的国务议员拿通报道卡 特别跟今天再度抢 开北街的话呀 最近的中国不断了他的工作进步 但是也确实会影响汇会这些历史的进行 呃 确实 休息了一个月的时间 拖慢了我们的工作 但是我必须要认识 呃 香港人在野的人都知道 我其实是 呃 连去两届 整一次都是 中选过后就马不停蹄 所以如果你说要到大选的时候 才来做投资的工作的话 我想那是 那是那种是政策的所为 周伟生在为万能半星陷社会的活动主持开幕后表示 他当然希望再来几大选 继续在该选区踢脚上阵 但是这还是必须交由马华总会长去决定 他身仲台于30年的民政党前元老组党员 黎富刚校长 他问去年的10月